神曲中的神曲 我寫的朋友是 爆幹好聽 真的是非常好看 宣材又非常好 臉又超級帥氣 真的沒有MV 什麼意思 嗨 我是阿仙音 歡迎收看K-POP宝宝的第44集 我們這一集在來聊那些 大家非常希望逆行的歌曲 我前陣子在我的IG上面 發了一片限時動態問大家說 你們有沒有心目中 真的非常非常希望它逆行的歌曲 條件是這些歌曲 可能沒有受到這麼大量的關注 但是大家覺得非常好聽 非常希望它再次回到大家的視線裡面 在那24小時之內 真的受到雪片般飛來 超級多人跟我講說 他們希望逆行的歌曲 總共差不多將近1900票吧 一首歌如果能有5票10票 應該就已經算是很多了吧 結果還是有非常多的歌曲 是超過15票以上 所以我今天會從15票以上的歌曲 來做一個盤點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 首先並列第14名的有三首歌曲 這三首都得到了15票 第一首就是 Ubtention 的 White Knight 我統計的時候看到這首歌 我就覺得 這首我一定會上榜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真的超好聽 它的副歌真的是超級好聽 少年感滿滿的一首 你知道誰呢? Somi 沒錯 因為這首歌是2016年 剛好宇碩跟Somi 他們是在搭檔的秀的主持 超級好聽 再來另外一首15票呢就是 Dia 的 Will You Go Out With Me? 這首歌是大概27年正規二次 最有名的就是那個愛心舞嘛對不對 欸 是這樣還是這樣 等一下 欸 這樣 這樣 喔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個愛心舞 加上他們成員的賞音 就是非常的可愛迷人 整個就是戀愛感滿滿的一首歌就對了 好聽 再來也是15票的這首歌呢就是 Apink 的 Only One 喔 我跟你們講 這首歌是Pink Band的心目中 超級可惜的一首歌 Apink 那時候已經算是 有點想要轉型的階段了 可是很可惜大眾就是沒有買單 這首歌真的超級好聽 它就是清純然後感性兼具 裡面每個人又超級鮮 然後我覺得又超級耐聽 它是2016年的歌耶 到現在我都還在聽 好 再來呢是並列第13名的 有兩首歌 他們都得到了16票 首先呢是 這首歌一定要上版好不好 真的超級好聽 國外cover率很高 不知道為什麼在韓國國內 就是熱度就沒有很高 這樣真的超級可惜 因為這首歌真的超級好聽 道琴舞又超級好看對不對 再來也是得到16票的 第二首歌呢就是 SF9的 Oh Soleil Mio 這首歌的上版實在太開心了 因為我之前在IG有分享過 我超級喜歡這首歌 外國風情 從少年開始要轉男人的中間 這個過渡期 不知道為什麼韓國人就是沒有很買 國外超級紅 韓國人就是 你知道 就是真的嗎 好 再來並列12名的這兩首歌呢 他們都拿到了18票 首先 就是剛剛也有提到的 SF9的 這首歌我寫的評語是 副歌超他媽好看 我剛剛不是說 Oh Soleil Mio是少年轉男人嗎 然後這首歌就是 轉男人的時候了 如果說他們現在是39進的話 那時候大概是 差不多剛開始19進啦 先給你們一點點這樣的感覺啦 好 另外一首也是18票呢就是 Ostro 的 Always You 這首歌出現其實有點蠻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因為這首歌是他們 2018年的一個特別專輯的主打歌 當時我記得好像 公司沒有做很多宣傳 不知道為什麼 它是公司市場這樣子 是有一點感性 又有一點悲傷的那種氛圍 可惜就是舞台不多這樣 好 再來並列11名的呢 有三首歌曲他們都拿到了19票 首先就是 宇宙少女的Secret 這首歌就超級好聽 到現在我都覺得這首歌是神曲 非常的童話又有夢幻的感覺 然後非常少女 啊在這邊我要講一個episode小故事 因為這首歌發行的時候 剛好是我在實習 然後跟我一起實習的同學啊 他就是 很常好像打或摸魚你知道嗎 雖然我也是啊 當天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認真地一直在看著電腦 然後戴著耳機 然後都不講話 我想說這人到底在幹嘛 然後我走過去看 他給我在循環播放這首歌的MV 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吸引人 真的是超級好看又好聽 再來是19票的第二首歌呢 是本月少女的Butterfly 這首歌曲風真的超級新穎的耶 其實我第一次聽的時候覺得還好 因為他有很多那種 怎麼那種音你知道嗎 我唱不出來 反正就是很高的那種音就對了 一開始有點不太習慣 然後再多聽幾次之後就覺得說 這首歌其實非常的藝術感 突破限制 突破自我這個感覺 蝴蝶也是破繭而出嘛 就有這個意象在 我覺得很好耶 然後再來也是19票的 這一首歌呢就是 Ateez的Answer 這首歌 四個字 開頭擊中 吹閃他那一下 我直接陷進去 因為實在太好聽又太好看了 其實這首歌發行的時候 我還沒有很認識他們 但這首歌就是 當時就已經 停在我的播放清單裡面 就是以一個當時的路人來講 我也覺得很好聽這樣 好再來並列第十名的 也是有三首歌 他們都得到了20票 首先就是 Oh My Girl的Closer 這首歌在文明特輯上面 也有出現嘛 不管是韓國網友 還是台灣網友 大家都覺得這首歌 非常的可惜 太夢幻 又有點淒涼啊 悲傷這種氛圍 然後那個星座編舞啊 真的是 amazing耶 神到不行的那一種 再來20票的第二首歌呢 就是 這首歌上榜我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之前盤點的時候 有跳過這首歌 然後我就覺得風格很強勁喔 可是 卻不會覺得很膩這樣 當初如果一直都是用這個風格 繼續走下去的話 其實 是有機會升到大勢的 這首歌有個很大的亮點 就是後面 剪頭髮 Oh My God 我直接驚豔到不行 超級帥超好看的 再來20票的第三首歌呢 就是 Abi Six的 Breathe I wanna breathe Just set me free Breathe Breathe Now she get hungry 這首歌真的超好聽 少年感滿滿 而且有點微夏日的那個清爽的感覺 實在是太好聽了 我平常讓我的歌單學機播放的時候 如果播到這首歌我都不會跳過 大家也跟我一樣好不好 非常希望這首歌逆行 好 再來到了第九名 有三首歌他們都拿到了 首先就是 One Earth的 簡單寫的歌 對啊 講到簡單寫的歌 就會想到王立童耶 寫一首 簡單的歌 我是不是 之前也是這樣唱 Devra vu的感覺 這首歌呢 是去年One Earth發行的單曲 然後風格跟他們其他首歌都不太一樣 但是 卻是我最喜歡的One Earth主打歌之一 非常的輕柔 就是有種爵士感吧 整體就是很讚就對了啦 好 再來二十一票的第二首歌呢就是 Mommy's Night 的 Love Bomb 啊 這首歌也很好聽耶 它是2018年他們特別專輯的歌曲 這首歌那個什麼啊 反正就是那個手勢 就是印象很深刻耶 韓國國內好像 就是還好 普普 W兩個世界 就是韓國外跟韓國國內喜歡 是完全兩個菜人 好 再來也是二十一票的第三首歌就是 June Ketra 的 Déjavu 我剛剛自己講到Déjavu的時候有點嚇到 我想說 我好像有點微距透後面的歌這樣子 哈哈哈哈 這首的開頭啊 是那種偏抒情的那種風格 到後半段轉變成那種搖滾的風格 這首歌真的很適合在那種 樂團現場表演 一定會超級好聽 什麼nana啊什麼之類的 一定會超神 好 再來到了第八名 這兩首歌呢都是得到了 二十五票 首先就是 Goth7 的 You Are It's a beautiful sky My thinking is a love 這首歌呢是 2017年 Goth7 發行的 第七張迷你專輯 7777 可是這首歌 卻沒有其他首來的 這麼多的關注 它也是那種 比較感性氛圍的歌曲 假如說哪一天重聚的話 也可以再唱一次 因為真的太好聽了 好 另外一首二十五票的就是 Dreamcatcher 的 You and I Dreamcatcher 真的是 大家都一樣覺得非常可惜 MV就是可以連結到上一個劇情 整個故事概念 調性都定得非常的好 曲風呢又是偏日系的那一種 搖滾的風格非常重 雖然手暗黑風格喔 可是不恐怖 就是它不會有太多 jumpscare 的東西 不會連我也可以接受的那一種 好讚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到了第七名 大家是不是一直腦中在盤算 到底前五名會是誰 好的 第七名呢就是 Dreamcatcher 的 Odd Eye 這首歌是今年發行的 迷你六轉的歌曲 喔 我可以了解 大家為什麼會覺得它很可行 然後很希望它很逆行 就是因為 Dreamcatcher 這個寶藏女團 太欠一個E位了 整個風格實在是太讚了 那這首歌也是秉持他們一貫風格 就是非常的暗黑 然後也是那種搖滾風格偏重的歌曲 特別的是這首歌 它其實是有融入一點點的 東洋元素 比如說背景啊 或是他們成員的造型之類的 真的是很希望它們內行耶 再來非常緊張囉 好 接近前五名了 我們先來講第六名 我心目中有一個團一直還沒有出現 終於要出現了 沒錯 就是 One and Off 的 SARANG HAGETUIT GOYA 這首歌是我心目中神曲中的神曲 我寫的評語是 聽一次就愛上的那一種 建議你們直接去配MV看 MV呢 會比較有一種 比較稍微沉重一點的悲傷色彩 因為有一種遺憾的色彩 然後就覺得 要相愛要相愛 怎麼這感覺你知道嗎 好好聽喔 言語很難表達 真的覺得很好聽 真的感覺你知道嗎 各位 我們要進入到 大家希望逆行的歌曲的 前五名 而且這首歌曲呢 也剛好都是得到了 第五名這首歌得到了 三十票 ROMIS NINE的 WE GO 這首歌呢是2021年 今年的單曲 我好像可以理解大家覺得 很可惜的點是什麼 因為沒有獲得E-WAY對不對 然後MV就是超級可愛 很創新很有創意 就是那種電腦的那些元素啊 融合得非常的好 而且加上現在大家就是很想要旅遊 MV裡面又有很多旅遊的元素在 你就會覺得很棒 各位我們來到了第四名 這首歌拿到了 三十四票 提示是一個難談 我們剛剛有講到 Lost Trail的 Again 我個人有點意外 自己心目中就是希望他們逆行的歌 還有其他首 那這首歌我卻聽之後發現 完全可以理解大家為什麼希望他逆行 這首歌是他們2017年 特別專輯發行的歌曲嘛 然後這首歌也沒有MV 都已經發行特別專輯囉 然後還沒有MV是什麼意思 然後也沒有怎麼宣傳 少年感性的那個氛圍這樣 然後也是一樣 我也是非常好看 身材又非常好 臉又超級帥氣 這次沒有MV什麼意思 氣到一個不行 給我逆行哦 好各位 我們要到了前三名囉 第三名這首 足足獲得了 四十五票 這首歌很好聽 就是 Victon 的 Time of Sorrow 其實我 對這首歌沒有到很熟 仔細聽好幾次這首歌 就越來越陷進去 你知道嗎 偏抒情 然後感性悲傷那種氛圍嘛 定調就已經跟很多市面上的KPOP 就已經不太一樣 加上它的MV是它是有故事的 然後畫面的整體這樣搭配起來 有一種惆悵感在 你知道嗎 而且他們跳舞的畫面 是有加上一點點那種 東洋元素在 我好像真的沒有獲得太大的關注耶 覺得超級可惜的 前三名這三首歌 都會讓你覺得有點惆悵 你們大家是特別感性嗎 因為那種 比較 那種歌曲是比較不耐聽嗎 像這種比較偏抒情 感性的歌曲 就覺得 很耐聽這樣子 再來到了第二名 第二名呢 就是 是媽媽木的 Wing Flower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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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跟你們講我到現在還是超級愛這首歌 Mamamoo的主打我最愛的就是WIND FLOWERS 這首歌實在太好聽了 這首歌也是比較有感性、惆悵的那種 我個人覺得有可能是因為當時發行的時候比較接近年底了 就是種種原因導致於這首歌當時沒有那麼大的關注 MV裡面就是那種秋冬的色彩很濃厚 還蠻適合在低潮的時候聽的 因為你會看到從他們一開始看起來有點失魂落魄的樣子 到最後大家聚在一起 從低潮轉好的這個過程 蠻感動蠻感人的吧 對你看我就是喜歡到可以講說這一大串 可是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說我 大家最後了 好我們第一名眾所矚目的第一名出爐好不好 這首歌足足得到了 78票 跟第二名又是一個落差 你就知道大家真的真的覺得這首歌應該要逆行 然後成績應該要比當時要更好才對 這首歌是哪一首呢 這首歌就是 GFRIEND的MARGO 我原本這樣想到這首歌就會覺得有點難過 去年2020年他們發行的正規三集 然後也是GFRIEND的最後一首歌 當時所有人都沒有想到居然會是GFRIEND的最後一首歌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吧 就會覺得說當時沒有拿到更好的成績 實在真的是太可惜了 那這首歌的風格是那種 復古電子DISCO那種風格 也真的超級超級適合這樣的歌曲 就是已經轉變成小女人 在舞台上可以更游刃有餘 觀眾聽著看了都覺得很開心 你知道我那時候統計完覺得第一名 啊GFRIEND好開心喔 然後又想到他們可能沒有辦法再表演這首歌 又覺得很難過你知道嗎 這首歌實在太好聽了 所以真的是實至名歸啦 第一名 好以上呢這幾首就是我在IG上面詢問大家 然後統計出來的結果 剛剛好呢是25首 然後我稍微看了一下 你們知道這幾首歌 年份出現最多次的是哪一年嗎 2018 這我們的25首呢45票以上嘛 那我覺得14票以下5票以上的歌曲呢 其實也很好聽 然後沒有出現在今天影片裡面也蠻可惜的 所以待會再給大家就是看一下 這些歌曲到底有哪一些這樣子 好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盤點的這個 大家非常希望他們逆行的歌曲 真的不是我在講 這一些歌裡面有一大部分 都已經在我的手機清單裡面 大家你們現在才知道這些歌的話 真的不要錯過 趕快把它加入你的播放清單 心裡還有什麼遺珠之憾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每週三都會上一集新的集數 然後每個月的2號呢 會跟大家直播聊天聊新聞回歸這樣子 按訂閱分享訂閱關注一下 我們就下集再見 掰掰 點 mega 好 全部 我 2021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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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